那在本节课的最后呢,我想给大家再简单介绍一下假设性检验中的两类错误,一类错误和二类错误。 我们前面介绍的假设性检验,它的一个整体思路是说,在原假设成立的条件下,我应该能够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样本出来。 如果我得到的这个样本,跟我预期的差得特别多,那这是一个概率非常小的事件。 那这个时候我就更倾向于认为我的原假设可能不正确。 比如说我去抛硬币,假如说我抛的是一枚普通的正常的硬币的话,那我抛100次,正反面朝上的次数应该各在50%左右。 那如果我考虑到一些偶然性的因素,我认为那只要是46开或者是37开,我都认为它是一个正常的硬币。 那这是我的一个原假设,以及我对我取出来的一个样本的一个预期。 但实际上我抛了100次之后,有90次都是正面朝上,那这个对于我来说就已经超出了我的一个可接受范围了。 那90次都正面朝上这个概率非常的小。 那这个时候我就更倾向于认为这个硬币是有问题的,它就不是一个普通的硬币,它抛出来之后就是正面更容易朝上。 但是当我们做出这样的一个结论的时候,我们忽略到的一点就是,即使我们认为它概率再小,它也是有可能发生的。 所以我们做出这样的一个拒绝原假设的结论,就有可能犯了一个错误,这种我们叫它一类错误。 我们在做假设性检验的时候,设置的α把它限制为0.1,0.05,0.01的时候,其实就是为了降低我们犯一类错误的可能性。 我们把α值设置的越小,我们就越倾向于接受原假设。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,就是这个硬币它确实是有问题的,它的正面更容易朝上。 那如果我抛100次的话,它就是应该有90次左右都是正面朝上的一个结果。 但是我们并不清楚事实,所以我们的原假设还是说,这门硬币是普通的正常的硬币,它正反面朝上的概率应该在50%左右。 然后我们去抛了100次硬币,然后抛的这个样本又恰巧赶上了一个小概率事件。 100次里面正好就有50次正面朝上了,又恰恰印证了我们的原假设,我们认为原假设是正确的。 那这个硬币是没有问题的。 那这个时候我们也犯下了一个错误,这种错误就叫二类错误,用beta来表示。 所以说一类错误的意思是说,我们的原假设本来是正确的,但是由于我们的样本抽到了一个小概率的样本, 所以我们将我们的正确的原假设拒绝了。 那这是一类错误。 二类错误是说,我们的原假设就是错误的。 然后但是我们也是抽到了一个小概率的样本,然后我们觉得我们的原假设是正确的。 那这个时候我们犯的错误就是个二类错误。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一类错误和二类错误之间的一个联系,就是我们不可能同时都减少这两类错误。 如果我想避免减少犯一类错误,那我就会尽可能的去接受我的原假设。 那我这时候就势必会增加我犯二类错误的一个概率,反之也是一样的。 那在实际的使用当中,我们通常的做法是在限定一类错误的前提下, 尽可能的减少二类错误的发生,或者叫做增加检验的功效。 这个功效就等于一件beta。 我们通过增加样本容量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。 alpha、功效和样本容量之间,它们是存在某种函数关系的。 所以在我每次实验确定样本容量的时候,如果在确定了alpha值之后, 进一步给出一个我们希望达到的功效值, 那我就可以计算出这次实验我至少需要多少的样本了。 那这里面我给出了一个对于双边检验来说计算样本容量的那个公式。 那这个公式看上去比较复杂。 那其中alpha和beta代表的是我们设定的一个一类错误范围和二类错误范围。 sigma是总体的一个标准差。 delta是事先约定好的我的样本的一个统计误差。 那下面是一个实际的使用的例子。 我只要把已知条件对应的填到我的公式里面去就可以了。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看一下。 但是在实际上不同的场景下,对于样本量的计算方式都有所不同。 例如在总体标准差未知的情况下,还需要先计算样本标准差来预估总体标准差。 然后根据结果不断地进行一个迭代。 但是在大数据互联网的时代,我们的样本数量通常都会远远超出我们的一个最低要求。 所以大家其实并不需要对这方面有太多的担心。 只要了解一下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计算样本容量的方式就可以了。